欢迎大家收听神中科 《言量世界千人报道时》见证集 今天是11月7日 题目是《上帝猜遣的人》 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日仗》第四、第九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故事是来自第五十一届报道时,《进言重》的分享 来这里宣教已经一个月了 虽然我在身体上已经适应了 但是在想法上还未适应到 我和我的伙伴住在一位教友家的小房间里面 建屋主是住在市区的 因为这间房子是空置的 所以有很多房客会来站住或者场住 每当有客人来访 我的伙伴就会在吃饭的时候用菲律宾语、伊隆国语和他们交谈 饭后还会继续聊天说笑 因为我听不明白他们说的语言 所以我就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的伙伴在家里就能够收到手机讯号 而我就要必须爬上村里面最高的山幽才能够收到手机讯号 除了这样 我的伙伴不太望我分享教友们提供的尽要资讯 这件事让我非常失望和伤心 我开始对一切包括天气 人们的目光 没完没了的卡拉OK感到烦躁 尽管我一名报导士 却不能够善待他人 我这样做让我更加沮丧 有一天 一帮来自培训中心的人来拜访我们 我很开心 但是他们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 虽然他们给了我一些韩国的物品 但是我的心依旧是空虚的 有一天 我爬上山幽 认真思考我实际的问题 和解决的方法 这个时候 有一个孩子向我跑过来 给了我一朵花 并对我说 Saron Hay 菲律宾语Saron Hay的意思是 我爱你 在那一刻 我所有的疑虑都燕烧云山了 那个小孩是上帝派来提醒我 他对我的爱 我很快意识到 我的问题是出自自己身上 我非常以致我为中心 并缺乏爱心 于是我祈求上帝 改变我这一火专顾自己的心 让他的爱充满我的心 有一次 我因为发烧的缘故 很想念家 在这个时候 一位女士送来一些食物给我 透过那位女士 我体会到无爱 我明白 就好像那位女士 在我生病的时候来看我 让我感到开心 同样 其他人也都因为我的到访 而感到喜乐 没多久之后 宣教区的每一个人 都成为了我的家人 这些日子以来 我真的很快乐 我的伙伴 现在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感谢上帝 让我的心里面充满爱 同时 感谢他带领很多人 参加我们的报道会 并在附近的村庄 建立了教会 我也都感谢上帝 因为有四个家庭 跟我一起学习圣经 现在我正在 为建堂项目的资金 祷告 就好像耶稣 用爱充满我一样 我祈祷自己 也都能够成为一名 传递上帝的爱 给这里的所有人的报道士 如每一位教会信徒 都能够成为上帝的报道士 与世界分享上帝的爱 为基督作见证 今日常中课来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